今天见地 第341章 血剑客的邀请 作者 帝剑一 血剑客等人的疗伤接近半个时辰 将伤势恢复了一些后 这才开始准备前往封印之地了 沙通天看见众人的状态都恢复得不错 便冷声说道 前面就是封印之地了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只要将镇海玉符贴上去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如果遇见妖兽袭击 血剑客 向天 灵白 金秋 你们和我一起将妖兽拦下 而花万青 龙飞海 秋彪 孙嘉诚 你们保护沙通天去贴上镇海玉符 独龙岛主也是面色万分凝重地说道 一路上来 遇见这么多的凶险 就差最后一步了 谁都不想有任何一丁点的失误 沙通天的脸色也是有些难看 对着花万青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说道 走吧 我们继续前进吧 一群人贴着海底 用狂沙门特有的照明之物 照明海底的世界 灵白默默地跟在沙通天的背后 看着他的模样 心中突然有了一丝狐疑 独龙前辈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灵白低声地说道 哪里奇怪 灵白 你不是发现什么妖兽踪迹了 独龙岛主紧张地问道 被独龙岛主这么一说 雪渐客 向天 金秋都是一惊 纷纷提起精神 灵白摇头道 并不是 我只是觉得沙通天 花万青 龙飞海 秋彪 孙嘉诚他们 对这里太熟悉了 之前花青海就说过 封印之地 目前只有八大家族的领袖才知道 就算在出发之前八大家族的领袖将封印之地告诉了沙通天等人 可他们也太熟悉了吧 现在就直径带着我们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直奔封印之地而去了 灵白淡淡地说道 灵白是雪剑客和独龙岛主几人中 唯一一个有花万青给予地图的人 但是就算此刻灵白拿着地图 知道这封印之地就在这里 可是这海底一片黑暗 光芒都照射过进来 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就算灵白知道 封印之地就在这里不远 可是灵白也是一头雾水 无边的黑暗海底 没有任何的标记之物 没有任何的建筑物 如果让灵白一个人 在这里找封印之地 那估计灵白都要花上几天 万一一部流神走错了方向 那估计就会远离封印之地 而沙通天和花万青等人 显然对这里十分的了解 一点都没有陌生感 带着灵白和独龙岛主 头也不回地向着一个方向走过去 这种感觉就好像 他们知道向着这个方向走过去 走到尽头就会到达封印之地了一般 独龙岛主宽慰地说了一句 或许是在出发之前 八大家族的领袖给他们了一些提醒吧 走吧灵白 不要再猜疑了 马上就是最后一步了 金秋也说道 是的 最后一步了 回去之后 我们可要好好地喝一壶 不醉不归啊 灵白 独龙岛主 你们多少来啊 向天笑道 这个我同意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的酒 可说是东海上最好的地方 金秋和向天对看一眼 意味深长地笑道 我也知道 千岛之城的记 女窝 哈哈 灵白和独龙岛主微微一笑 雪剑客说道 灵白 迷失之海的事情结束后 你会去天剑王朝的明剑山庄 参加领东七百国的剑修比武吗 灵白一愣 看着雪剑客 说道 你也知道这件事 雪剑客道 每一年明剑山庄 就都会发帖子到领东七百国的所有城池中 邀请天下剑修 共聚明剑山庄 比武润剑 这对于剑修来说 是一年一度的大事 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怎么样 你要去吗 如果你要去的话 我们可以结伴行 灵白笑道 不知道啊 我在神武国内 还有很多时间要做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去的 毕竟能与领东七百国的 剑修比武论道 对剑道的成长 也有很大的弊意啊 独龙岛主笑道 灵白 以你的剑法去明剑山庄的话 估计最差也得是前十的水准 去闯闯吧 明剑山庄的公信力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能在明剑山庄内 排进前十的剑修 都等于是在领东七百国出名了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 如果你能在明剑山庄闯入前十的话 估计神纪领会直接对你发出邀请函 邀请你加入神纪领 灵白疑惑问道 论剑大会上 神纪领也会派遣高手参加吗 独龙岛主笑道 是的 每一年的论剑大会 都会有神纪领内高手在一旁观战 如果你的天资和剑道真的厉害的话 会直接被神纪领邀请 否则的话 你要靠自己打入神纪领的话 神纪领的入门考验 三观五难 可不是好玩的 三观五难 是什么 灵白好奇地问道 独龙岛主笑道 这是神纪领的考核标准 只有通过三观五难的舞者 才能进入神纪领 成为神纪领的舞者 每一年去神纪领考核的舞者 都多达几百万人 差不多都是天舞进九重的实力 但能通过三观五难的舞者 不超过一千人 可想而知 这三观五难 是有多难啊 但是如果你是被神纪领邀请的人 那就不用参加考核 可以直接进入神纪领 成为神纪领的舞者 独龙岛主慢慢地将事情给灵白说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 灵白恍然大悟 有意思 我是对明剑山庄的论剑大会 越来越感兴趣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今年回去的 灵白对血剑克笑道 血剑克道 好 等我办完东海的事情 就去神武国灵剑宗找你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天剑王朝 可以 灵白点头道 反正灵白这里回去之后 参加完灵剑宗的核心弟子比武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寻找图属性和木属性的灵物 而木属性的灵物 恰好天剑王朝 就有 而且 如果在论剑大会上展露头角的话 这对灵白进入神祭岭也会有帮助 神祭岭 灵白是一定回去的 如果灵白想要走出领东七百国的话 神祭岭是必经之路 飞去不可 本章完 今天见地 第342章 大魔之语 作者 地剑一 正当十人不断前行的时候 在距离它们千米之外 无边黑暗的海底世界中 立着一块快高约千米的巨大石碑 而这些石碑 一块块的乱七八糟的立在海底之下 揽阔了万里之内的海域 而如果有人可以从高空俯瞰这万里之内的海域的话 就会发现 在这一片乱石镇的中心之处 有着一个黑暗无边的大洞 洞口直通地底深处 就好像是通向了魔界一般 恰恰就是在这个洞口之中 散发着一股令人心计的力量气息 沙通天往前走去 看见乱石镇的时候 惊呼道 诸位 我们到了 沙通天一言惊醒梦中人 众人齐齐抬头看去 在他们的面前 一块千米之高的石碑 立在黑暗之中 宛如一头巨兽 沙通天将手中的光芒扔出去 砸在这石碑之上 将四周黑暗点亮 林白这才发现 这块石碑居然高约千米 而石碑之上 密密麻麻地刻着一些古怪的符文 就在石碑的中央之处 有这一块深蓝色的宝玉 散发着白蒙蒙的光芒 随着这块石碑上的宝玉亮起光芒 与此同时 整个乱石镇中所有的石碑上的宝玉 悉数将光芒亮起来 这时候 林白才看清楚 这庞大的乱石镇 真正布置了至少万里之内 乱石镇 虽然错综复杂 但貌似乱中有序 宛如天地法令一般 将这万里海域化入虚空 不受天地法则的控制 此地就是封印之地 沙通天说道 林白抬头看去 在自己面前的这块石碑上 那一块金银剔透的宝玉上 有这几道细小的裂缝 滚滚的灵气 正从裂缝之中冒出来 这就是哪个缺口 林白看着宝玉上的裂缝 惊讶地说道 正是这个宝玉上出现了三道细微道 都不能察觉的裂缝 这就是哪个缺口 从裂缝中冒出来的灵气 一路往上 冲上海面 形成了灵犬海 不仅仅是林白看见了 这块宝玉上的裂缝 独龙岛主 血剑客 金秋 向天 也都是看见了这三道裂缝 面色露出惊骇 但随后 又露出了狂喜之色 尤其是独龙岛主 飞快地说道 沙通天 还等什么 快将镇海玉符取出来 将这个裂缝堵上啊 好 沙通天应了一声 不急不缓地 从储物带中 将花了六百五十亿零食 从藏宝罗购买得来的 镇海玉符取出来 却是迟迟没有上前去 将镇海玉符贴在裂缝上 沙通天 你搞什么 还不快去 独龙岛主 有些着急地说道 沙通天握着镇海玉符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没有着急上去 独龙岛主眼神一变 有些难以理解地 看着沙通天 为何不去贴上镇海玉符 血剑客和金丘 向天 也是一愣 而林白 也是双目深眯下来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惊诧 暗暗的将手放在了锄袋上 稍有异动 林白便会取出清歌剑 击沙沙通天 他们到此的唯一目的 就是封印这个缺口 而如今已经到了这里了 为何煞通天不上去封印缺口呢 他大概是在等人吧 咔咔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 突然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 回荡在了这个黑暗的世界中 谁 谁在说话 林白 独龙岛主 金丘 谢剑客 向天 都是狠狠一惊 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们便毛骨悚然起来 一股凉气 不由自主地 从脚底板冲上了脑门 背后冷汗直冒 一股来自于灵魂的忌惮 在他心中弥漫开来 我 我是谁 哈哈 十个小家伙 你们到这里来封印我 却不知道我是谁吗 那个声音继续回荡开来 咯噔 独龙岛主 血剑客 林白都是心神异景 看向了这片乱石阵之中 你是哪位大魔 独龙岛主 难以置信地说道 大魔道 呵呵 我还以为你都不知道我是谁呢 你们这群小家伙 真的很有趣 这几年来 拼命地要来这里将宝玉击碎 现在却又要来将宝玉封印起来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大魔笑着说道 林白问道 是谁要来将宝玉击碎 之前 花青海就说过 封印之地的封印 被不知名的高手击碎了一个缺口 所以他们 才要买镇海御符来将缺口堵住 大魔笑道 他们咯 他们 林白看向沙通天 花万青 龙飞海 孙嘉诚 秋标五人 是东海上的八大家族吗 林白好奇地问道 不然呢 难道还会有谁知道我被封印在这里吗 大魔笑着说道 咔嚓 林白都疯了 宛如惨遭雷击一般的吃傻了 独龙岛主和血剑客 金秋 向天也是一脸不解的 看着沙通天等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八大家族要来击碎封印 为什么他们现在又要来封住缺口 林白好奇地问道 你问我 那你何不如问问他们 大魔轻笑着说道 这大魔说话 细声细语的 完全不像一个杀人如麻的魔头 沙通天咧咧嘴地笑道 特么的 狗日的大魔 老子再问你一遍 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开身上的奴役 奴役 林白双目露出了一丝名物 原来是为了奴役 林白好像是明白了 八大家族不想永远被困在东海上 也不想永远受制于人 这才想要击碎封印 与大魔做交易 大魔轻轻笑道 小家伙 你要知道 如果在以前 你敢对我这么说过 你已经死了几百次了 沙通天冷笑道 哈哈 老子当然知道 可是现在 你拿我也没有办法呀 你只能在这个黑暗的地底世界中 慢慢地腐朽下去 大魔 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们放你出来 但你要帮我们解开身上的奴役 这是一个交易 更可能的是 等你给我们解开奴役之后 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追随者 帮你征战天下 名震千秋 沙通天扬声说道 独龙岛主此刻气得双目血红 怒吼道 沙通天 你八大家族 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 就要放大魔出来 涂探天下生灵吗 你可知道 他一旦出世了 整个东海 整个领东七百国 都将化作火海 东海 可是你的家啊 独龙岛主怒吼道 本章完 今天见地 第343章 今天阴谋 第五更 作者 地剑一 听见独龙岛主的怒吼 沙通天冷笑道 家 哼 东海这个平级之地 老子早就呆腻了 八大家族的目标 可不是这区区的东海 是这万国疆域 是这苍穹大地 是这星辰大海 至于东海 毁了 也就毁了 沙通天怒声说道 你找死 老子要杀了 你这个畜生 独龙岛主怒吼连连 顿时 独龙岛主背后的独龙兽 飞冲而出 而与此同时 独龙岛主一掌凶狠地 袭向沙通天 呵呵 就凭你还杀不了我 沙通天冷笑一声 站在原地 动都不动一下 林白和雪剑客 如此也是亮出了剑人 独龙岛主 我们来打一场吧 突然在这个时候 林白等人的背后的 无边黑暗之中 突然怒冲出来了 三十多位天舞镜九重的高手 一刀将独龙岛主的攻击震碎 同时 一刀将独龙岛主的命门震碎 只留下了一口气 倒在地上 吐血连连 沙浪 独龙岛主怒吼一声 当此人出手的刹那 独龙岛主便知晓了身份 整个东海之上 能有如此凶悍狂野的攻击 刀法武器的人 也就只有狂杀门的沙浪了 扑哧 扑哧 与此同时 其他的几位天舞镜九重的高手 飞奔袭向了血剑客 林白 金秋 向天等人 滚开 林白感觉到了背后袭来的一阵杀意 顿时怒吼一声 清歌剑飞跃出储物袋之中 一道剑气怒斩而下 与背后袭来的那一掌对碰而开 哼 林白小友的剑法 果然名不虚传啊 一个身穿粉红色长袍的老者 走出黑暗之中 花青海 林白看见对他出手的人 赫然就是花青海 与此同时 血剑客 向天 金秋纷纷被其他的天舞镜九重的高手 震飞出去 而只有林白 稍微好一些 其他的人 都是身负重伤 林白环顾四方 这三十多位天舞镜九重的舞者 分别都是桃花岛 乌金岛 秋元岛 黄沙门 苍浪门 蟹沙门 龙门 战金门等东海八大家族的绝世高手 林白冷声地看着花青海 说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做的局 演的戏 花青海平淡地一笑 点了点头 说道 林白 是你自己要 跳进这个局里来 陪我们演这场戏的 怪不得我们 龙家的领袖 冷笑道 这是可惜啊 刚刚名扬神武国的天才少年 如今就要死在我们手里 葬身在这个无边海底之中了 战金门的领袖笑道 谁说不是呢 老子这辈子杀了不少的天才 可神武国的天才少年 却没有杀过 不知道是何滋味 血剑客 独龙岛主 向天 金秋和林白站在一起 一脸愤怒地看着八大家族的领袖们 独龙岛主冷声说道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花青海笑道 独龙岛主 你是这个局里很重要的一环 既然你们问了 那我们就让你们死个明白吧 诸位 要不要将事情告诉他们呢 花青海看着周围的人 问道 沙浪冷笑道 花老头 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 你说呗 让他们死个明白 龙家的领袖也笑道 哈哈 是时候告诉他们了 苍浪门的领袖也笑道 告诉他们吧 让他们死个明白 好吧 花青海轻微一笑 当即 花青海淡淡地说道 这件事情 还得从我们的先祖说起 不知道多少岁月之前 这位大魔被天外的强者击落 坠入东海 那位天外的强者 虽然将大魔封印起来 但他依旧不放心 找到了我等的先祖 命我们先祖看守此地 并在先祖的体内 种下了奴硬 这种奴硬 会根据血脉的延续 而继续传承下去 一旦大魔出世 这乱石阵崩塌之时 我们体内的奴硬就会崩裂 到时候 奴硬会吸收我们的气血之力 往天外传递一条 大魔出世的消息 通知那位强者 花青海淡淡地说道 虽然那位强者 当初给予了我们先祖 很多的修炼资源 让他们成为了东海上的霸主 可如今无数年月下来 这些修炼资源 都已经耗费光了 到了我们这一代 连一个神丹镜都培养不出来 而东海平级 根本没有足够多的修炼资源 让我们突破神丹镜 东海虽然很大 但在我们的眼中 太小了 八大家族想要振翅高飞 就得离开东海 而我们想要离开东海 就必须要剔除奴硬 否则的话 就算我们修炼到通天彻地的修为 一旦大魔出世 我们所有的付出 都会悔之一句 花青海说到这里 惨淡一笑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来这里找到了这位大魔 我们是想放他出来 但是前提条件 是他必须要为我们 解开体内的奴硬 可是你们也看见了 我们耗费了三年多的时间 每一天都有天舞进九重的舞者 来此地轰击宝玉 三年了 整整三年时间 我们才将这块宝玉 打出三道裂缝 让这个弥天大阵 有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让大魔的声音传递出来 可是 他不愿意给我们解开奴硬 花青海怒吼着说道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他能帮我们解开奴硬 但他不愿意 花青海对着乱石阵怒吼道 说到这里的时候 花青海气得青筋抱起 盯着乱石阵中 怒吼连连 不仅仅是花青海 沙浪和其他八大家族的领袖 也都是齐齐怒视着乱石阵中 花青海十分无奈 惨笑一声 说道 没办法 他不愿意 交易无法达成 我们又不能放任这个封印 就如此敞开 必须要将这个缺口堵上 可是我们去藏宝楼一问 要想堵上这种封印的缺口 必须要请藏宝楼定制 而是还要请中央圣国的制服宗师出手 所需要的灵石 那更是天价 五百六十亿灵石啊 五百六十亿灵石 灵白 你知道五百六十亿灵石代表什么吗 如果拿出去 能填平一片海 五百六十亿灵石 能填平一片海 花青海神色激动 显然被这五百六十亿灵石 给深深地刺痛了心 八大家族 就算将全身家当拿出来 也凑不起五百六十灵石 可是这个缺口 我们不能不赌 既然大魔不愿意达成交易 这个缺口就必须要堵上 花青海激动地说道 独龙岛主冷笑道 这就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啊 没错 造花弄人啊 花青海惨笑连连地说道 第五个 求推荐 求订阅 很多人都说爆发 请再耐心等我准备一下 本月月中 十七 八号 会有一波爆发 具体时间 到时候再通知 本章完 今天建地 第三百四十四章 背后的主谋 作者 帝建一 花青海惨笑着说道 五百六十亿灵石 就像一座山 压得八大家族喘不过气来 可是大魔不完成交易 我们就不能让大魔出来 没办法 不管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也好 还是自作自授也好 我们必须 要想办法 将这个缺口堵上 那怎么办呢 五百六十亿灵石 八大家族拿不出来 但是东海能拿出来 东海的舞者凑起来 足够五百六十亿灵石 说到这里的时候 花青海又是一笑 林白 说起来不怕你笑话 这群东海的舞者 还挺爱自己的家乡的 还挺爱东海的 我们将大魔出世的消息 演变成了一场东海浩劫 散播到了整个东海上 顿时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依旧宣称 我们有办法封印大魔 但我们需要零石来购买 镇海御符 来封印大魔 花青海笑道 林白 你都无法想象 我们凑到了多少的零石 整整一千万亿的零石 除去购买镇海御符的五百六十亿灵石之外 我们还赚了四百四十亿灵石 这可是乐坏了我们了 我们也没有想到 这些东海舞者 居然对东海 对自己家乡 有如此的眷顾之情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包括你背后的独龙岛主 他更是拿出了一亿多的灵石 这应该独龙岛上全部的财产了吧 花青海看着独龙岛主说道 独龙岛主此刻气得满脸战红 怒视着八大家族 刚想张口怒吼 但一口鲜血 更是从口中直接喷了出来 说上 独龙岛主 不管体内的伤势恶化 对着花青海怒吼道 花青海笑道 我们为了让东海的舞者 更加的相信 有大魔的存在 故而 我们必须要从八大家族之外的人 选择几个人出来 跟着我们一起去封印大魔 然后 你们再回去告诉他们 大魔是真的被封印 林白说道 可是如果你们 将我们全部杀在这里了 回去的全部都是八大家族的人 那东海的舞者 不会起疑吗 花青海笑道 谁说回去的人 只有八大家族的舞者 还有一个人 比去隔三w点 都去之一点 CEO会跟着我们一起回去 谁 林白冷声问道 我 秀 这个声音传来的刹那 一道刀钢 猛地落下 击向林白的后背上 林白虽然已经感觉到了 这道刀钢的威力 想要躲避的时候 但却晚了一步 扑斥的一声 刀刃入骨 砍在林白的尖头上 将林白震飞出去 一个狗吃屎地倒在地上 一个人影一晃 落在了花青海的身边 对着独龙岛主和林白露出了冷笑 林白抬头一看 怒声道 金秋 向天怒吼道 金秋 你这个畜生 独龙岛主 面色难看至极 张口吐血连连 血剑客也是一脸冷色地看着金秋 金秋对林白等人的怒视 不屑一顾 笑着对花青海说道 花岛主 我们说好的 十亿灵石 一个子都不能少 独龙岛主说道 金秋 为了这十亿灵石 你就背叛东海了吗 金秋笑道 十亿灵石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况且 我原本就不是东海的武者 我是神武国沧海云台宫的内宫七王之一 林白 你杀一寒的仇 我会帮他报的 金秋盯着林白冷冷地说道 你会死在我手里的 我会将你千刀万剐 林白冷眼看着金秋的说道 原来金秋也是沧海云台宫的武者 花青海笑道 金秋呢 的确是沧海云台宫的内宫七王 但是他很少在沧海云台宫内露面 大多数时间都在东海上历练 所以 很多武者都将金秋当成了东海的武者 这也是一个造化吧 天赐良机 金秋 放心 我们一向说话算话 等事情完毕后 十亿灵石 一个子都不会少你的 花青海笑着说道 金秋笑道 多谢花岛主了 花青海得意地笑道 现在你们都明白了 为了将这场戏演得更像 我们从东海舞者之中 挑选出最强的几个人一起去 足以让东海所有的舞者幸福 血剑客 独龙岛主 你们被称之为东海上连八大家族都不敢惹的两个人 由你们随行 他们必定深信不疑 而恰好 你们又与八大家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仇恨 我们也可以接这个机会 将你们消灭 又得到这么多的灵石 又消灭了仇家 又封印住了大魔 最重要的是 等你们全部死在这里之后 明天早上 整个东海都会知道 是你血剑客和独龙岛主击碎了宝玉 而在我们即将要封印宝玉的时候 你们出手了 想要制止我们 被沙通天和花万青等人联手所杀 而我们八大家族 名利双收 将成为东海上的英雄 再次被舞者高高捧在云端上 这对八大家族来说 算是解开奴印这个计划中 最让我们满意的结局了 花青海淡淡地笑道 狡猾的狐猎 林白冷眼看着花青海说道 按照八大家族的领袖所说 这所有的计划 都是花青海制定的 包括要与大魔谈判 要他帮助解开奴印 但失败后 花青海立刻制定了新的计划 在这个困局之中 为八大家族谋得了最多的收益 林白不得不说 花青海是林白迄今为止 见过最老谋深算的狐狸了 独龙岛主 血剑客 向天的脸色都难看至极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估计接下来的事情的走向 会正如花青海说的那般 独龙岛主和血剑客 将成为击碎封印的那两个神秘高手 因为他们在东海上的名声原本就不好 如果说 他们是要击碎封印的人 东海舞者应该会相信 而八大家族 尤其是桃花岛 在东海舞者的眼中 就是正道大派 桃花岛站出来说 他们拯救了东海 那整个东海舞者 都会对他们更加尊崇 花青海说到这里 所有的事情 都给林白和独龙岛主 血剑客 向天说清楚了 花青海冷眼看着乱石阵之中 怒吼道 大魔 这是你最后考虑的机会 如果你答应帮我们解除奴硬 我们的交易依旧算数 花青海还不死心 向乱石阵中 发出了最后一声交易的请求 呵呵 而回应花青海的大魔 只是一声不屑一顾的笑声 这让花青海怒火中烧 本章完 今天见地第345章 欺骗 被判 作者 帝剑一 大魔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考虑清楚 沙浪也是有些不甘心的 再次问道 大魔啊 何必啊 和我们交易 你可以出来 不必在这海底之下 慢慢腐朽了 乌京岛的乌家领袖 也是轻叹地劝告道 花青海默默地看着乱石阵中 呵呵 大魔一声不屑一顾的笑声传来 我说三点 第一 老子虽然被封印了 但是老子 不会和畜生合作 你们连你们家乡的兄弟姐妹都骗 你们还是一个人吗 第二 就算你们击碎了封印 你真以为这几块破石头 就能封住老子吗 老子是封印重来 都不是这几块破石头 这几块破石头 只不过是为了阻止无辜的人 进入我万里之内而已 第三 你们算老几 也敢和我谈交易 花青海怒吼道 明顽不灵 你就活该在这无边海底黑暗中 慢慢腐朽 大魔笑道 我不会腐朽 你知道我为何要被封印在此吗 因为你们口中的那位天外强者 根本就杀不了我 他杀不了我 所以才有将我封印起来 我不会腐朽 我会在时间中再次重生 这乱石阵 还能封印我几年 一百年 一千年 还是一万年 他的力量 在削弱 我已经感觉到了 封印的力量在削弱 我也感觉到了 我重见天日的时候 快到了 等我出来 整个东海 乃至于你们的世界 都将在我的怒火下 化作灰烬 你们的灵魂 将连落入轮回的资格都没有 你说 我是东海的浩劫 我告诉你 当我落入你们的世界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世界的浩劫 哄咚咚 大魔怒吼的声音不断传来 天雷滚滚 吓得灵白都是 一片苍白 花青海被大魔的这几句话 吓得面色一片苍白 急忙说道 封住他 封住他 快堵上缺口 我不想再听见他的声音了 花青海怒吼道 因为宝玉上有三道裂缝 所以这才让大魔的声音 从乱石阵中传出来 一旦裂缝被堵上 那么大魔的声音 就无法再传出来了 沙通天听见花青海的声音 身法施展而开 直径地飞略上石碑 将手中的镇海玉符 一掌扣在了那三道封印之中 顿时宝玉上传来一阵光芒闪耀 镇海玉符 化作了一丝白蒙蒙的光芒 被宝玉吸收进入 而此刻 宝玉上的三道裂缝 也逐渐地愈合如初 整个大阵 再次化作了瓶颈 缺口 终于堵上了 花青海松了一口气 那么接下来 就是该处理你们了 花青海看向林白 独龙岛主 血剑客和林白等人 独龙岛主惨笑一声 当才杀浪的 一击猛攻偷袭 将独龙岛主击伤 而血剑客和向天的战斗力还好 二人都是天舞镜七重的实力 可是他们此刻面对三十多位天舞镜九重的高手 也是面色惨淡 而林白 天舞镜五重的修为 若是面对天舞镜八重 那林白还有一战之力 可是如今如此之多的天舞镜九重 让林白也是感觉到了压力 沙通天 花万青 邱彪 孙嘉诚 龙飞海 你们都回来吧 一路上辛苦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这些叔叔勃勃来做吧 花青海淡淡地对其他五人说道 沙通天走向八大家族的阵营中 恶狠狠地盯着林白说了一声 你没有死在我的手里 真是你的运气好 花万青冷声看着林白说道 林白 今日你必死无疑 你与我沧海云台宫的恩怨 就此作罢了 花万青 沧海云台宫内宫七王之一 如今林白见过的七王 一函 花万青 金秋 刘北新 已经见过四人了 一函 已经死在林白手中了 独龙岛主怒吼道 林白 谢剑客 向天 你们逃吧 我为你们拦住他们 向天怒道 独龙岛主 我们说好的同舟共计 你在这里 我们怎么能逃 血剑客杨剑说道 不救一死 何惧之有 林白深吸一口气 笑道 这几个臭鸡蛋烂番茄想杀我 还有点难度 独龙岛主怒吼道 你们三个 别意气用事 你们要活着 回到东海去 将这件事情的真相 告诉东海的所有武者 亲手将这八大家族的伪善的面具 给撕下来 如果我们一个都回不去的话 那么八大家族将以英雄的身份 继续在东海上 哄骗东海武者 这难道是 你们愿意看见的情况吗 独龙岛主 对谢剑客和向天说道 二人都是陷入了沉默 走吧 都走吧 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我们之前说过的 同舟共计 如果你们真的将这句话 听进去了的话 你们记得帮我报仇 等你们实力足够 一定要帮我当平八大家族 为我报仇 独龙岛主说道 你们三个人 都是东海上 乃至于是神武国中 屈指可数的天才 只要给你们时间 你们一定会无比强大 到时候 记得回来还我一个公道 我独龙岛主 这辈子杀人无数 也没有做几件好事 这算是我对我的前半生赎罪吧 独龙岛主惨淡地说道 走 我帮你们拦住他们 独龙岛主怒吼连连地 保重 我会铭记你的 兄弟 雪剑客眼神中剧烈地闪烁起了一丝不忍 强忍泪光 一转身便化作一道血色利剑 直奔黑暗之中而去 邱家和苍狼门去杀了雪剑客 花青海看见雪剑客要走 立刻对背后喊道 顿时 邱家和苍狼门的高手 齐刷刷地飞出去了七八位 全部都是天舞进九重 追杀雪剑客而去 独龙前辈 林白不忍地喊道 林白 你比我们都要优秀 你能斩杀巨兽 你能在神武国 闯出如此之大的名声 你还有更好的未来 不要再死在这里 快走吧 独龙岛主说道 你是我这辈子 见过最强的舞者 最厉害的剑修 最情深义重的人 认识你 是我周扬的幸运 独龙岛主 本名周扬 但他一直身上带着独龙兽 又喜欢独居在一座岛上 故而 东海上的舞者称 他为独龙岛主 久而久之 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知道的人 几乎没有几个 林白心中 有着无穷无尽的悲伤 无边无际的怒火 这是八大家族的欺骗 这是金丘的背叛 这让林白 怒火冲销 独龙前辈 若你死 八大家族将为你陪葬 林白坚定地说道 眼眸中闪烁起了一股 几乎焚烧苍穹的怒火 本章完 今天见地 第三百四十六章 等我回来 你们都得死 作者 地剑一 花青海看见独龙岛主 在鼓励林白等人逃走 顿时 花青海怒吼道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一起出手 将这些蝼蚁全部杀在这里 不要给他们逃出去的机会 根根 林白 你杀我儿子的仇 我们该来算算了 沙浪一仰手中的大刀 对着林白一声冷笑地冲杀而来 一道刀钢撕裂苍穹地落了下来 无边的力量宛如巨山一般地压在林白的头顶上 林白面色惊变 青鸽剑急忙施展出剑法 迎击而上 剑翼 山河涌界 剑气冲销而起 璀璨刺痛眼眸 你一个天舞镜五重的舞者 难不成想约四个等级 杀我这个天舞镜九重的高手 呵呵 痴人说梦 给我拜吧 沙浪狂笑一声 一刀落下 将林白的剑气击碎 随后一刀重重地击中林白的胸口之上 噗痴 林白喷出一口鲜血 倒飞出去 撞击在乱石镇的石碑上 口吐鲜血 林白 向天 走啊 独龙岛主从地上站起来 独龙受咆哮之间 飞奔而出 一人便拦下了七位天舞镜九重的高手 而此刻 在林白和向天的面前 还有接近十五位的天舞镜高手 齐齐出手击杀而来 走 你们今日一个也别想走 花青海悍然出手 一掌猛攻击向独龙岛主 独龙兽惊叫一声 迎接上花青海 碰 一声巨响传来 花青海一掌击碎了独龙兽的舌头 不 独龙岛主七里地惨叫一声 这独龙兽背叛他的岁月极长 二人宛如兄弟 亦如父子 如今独龙兽惨死 让独龙岛主暴怒不已 花青海 我要你付出血的代价 天独地煞 独龙岛主怒吼一声 浑身黑雾卷动 扩散而出 浓浓的黑雾弥漫出 将八方海水都染成了黑色 这便是之前独龙岛主 一举毒杀 士林鱼妖鱼群的秘法 恐怖至极 这原本就是独龙岛主在东海上找到的一本独修秘典 炼制而成的独物 同境界的舞者被独物笼罩 撑不过一个时辰 便会化作浓血而死 看见天独地煞出现 花青海面色大变 他在东海上修炼已久 自然知道独龙岛主的独物有多么厉害 此刻不敢上前 急速后退出去 花老头 你让开 我来收拾他 龙门的领袖冷笑一声 从储物袋之中 取出了一把连弩 随即 他的武魂也同时出来 咻 一只青铜色的利剑 从龙门领袖的连弩之上 暴闪而出 一只利剑袭出 随之 又有九剑袭出 咻咻咻咻 破空声不断传来 十只利剑射入毒物之中 又有龙门领袖的武魂加持 箭矢的威力 宛如可以射穿苍穹 击入毒物之中 狠狠地将独龙岛主的身体击穿 独龙岛主虽然拼命抵抗 但也只拦下了七根利剑 还有三根将他的腹部贯穿 大腿贯穿 而最后一只 更是击穿了他的心脏 碰 独龙岛主的身躯 飞出独物之中 砸在了地上 鲜血飞速地融化入海水之中 独龙前辈 林白惊叫一声 飞快过去 一剑将龙门领袖的其他箭矢当了下来 林白 快走 快走 独龙岛主眼神涣散 看着林白 口中的声音极小 宛如苍蝇一般 小不可闻 林白心中一痛 一位战友 即将离他远去 林白感觉到了独龙岛主身上的生机 即将消失 咬着牙 放下了独龙岛主 一转身就要离开 向天 跟我走 风雷神意运转起来 林白拉着向天 飞速地远去 林白 独龙岛主怎么样了 飞驰之中 向天紧张地问道 死了 林白虽然很不愿意去相信这个事实 但独龙岛主 已经死了 啊 向天面色一片苍白 失魂落魄的模样 哪里走 正当这个时候 沙浪和花青海连连追击而上 花青海取出宝剑 隔空一盏 桃花剑法如梦如幻地破空袭击而来 同时 沙浪一刀木劈山河一般地落下 两重攻击叠加在一起 吸向林白的背后上 该死 林白感觉到了背后的攻击 却不敢停下来反抗 因为林白一旦停下 就会被他们二人追上 白银战体 林白拼命地运转白银战体 想要依靠白银战体的力量 硬生生地将这两道攻击抗下来 碰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 撞击在林白的后背上 将林白狠狠地往前冲出去了一段距离 可是 林白居然没有感觉到 自己身上有任何的疼痛 回头一看 向天用自己的身躯 当下了这两重攻击 而在这两重天 五进九重的权力一击下 向天的心脉 已经被震碎了 向天 命不久矣 向天 林白痛苦地大喊道 林白 放下我吧 你一个人 或许还有机会逃出去 向天虚弱地说道 我心脉已碎 活不过一刻钟了 放下我吧 林白眼中泪水流出 倔强地说道 撑住兄弟 我会带你 离开这个黑暗深渊的 我们不是还要去喝酒吗 千岛之城的剑 女窝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你要带我去啊 听见林白不愿放下自己 向天愤怒地大叫起来 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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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向天连喊三声 林白也没有理他 向天已狠心 不顾自己体内心脉已碎的伤势 一掌 将林白的手臂震开 向天 林白看见向天震开自己 痛苦地喊道 好好活着 向天惨笑道 林白 给我们报仇 报仇 向天对着林白怒吼道 报仇 向天不断地对林白吼叫道 啊 林白一咬牙 仰天一声怒吼 震得八方水流激勇 一转身 风雷神意地带着林白直冲而出 就在林白转身的刹那 花青海和沙浪追沙来 二人带着残忍的冷笑 将向天的身躯在海水中 直接打得支离破碎 我会给你们报仇的 八大家族 我会叫你们血债谢偿 林白红着眼 宛如魔神一般地怒吼着 正当这个时候 在林白的前方 黑暗之战 杀出五道攻击 击中林白的胸口上 这是去追杀血剑客的邱家 和苍浪门的高手 林白被击中 倒飞出去 撞击在乱石阵的法阵之上 乱石阵的法阵上 就宛如是一块透明的玻璃 却有着肩不可摧的力量 花青海和沙浪追上来 看见林白被苍浪门和邱家的高手击伤 当即一笑 还好你们来得及时 否则的话 这小子的速度太快 我们就追不上 血剑客杀了吗 花青海又问道 邱家的领袖 笑道 区区一个血剑客 怎么可能是 我们邱家和苍浪门的对手 我们已经将他打成一团血物了 很好 如今就只剩下这个林白了 花青海听闻后 大喜不已 林白靠着乱石阵上的透明法阵上 无奈轻叹一声 胸口之上 五道凶狠的伤痕 宛如被野兽撕裂留下来的爪牙一般 猙獰且可怕 胸口上的伤口裂开 让林白一低头 就能看见 伤口之下的森森白骨 和自己那颗跳动的心脏 林白 你还有一眼吗 花青海冷笑地上来问道 林白一抬头 看见了花青海 沙浪 花万青 沙通天 龙飞海 秋彪 孙嘉诚 以及所有的八大家族领袖 和他们家族内的天舞镜九重的高手 林白一声冷笑道 有 我有一句话 但不是遗言 不是遗言 你觉得你还能逃出去吗 沙浪冷笑着说道 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将他给我杀了 沙通天怒吼道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给你一次机会 花青海得意洋洋地说道 此刻最得意的 无非就是花青海了 他一手制定了这个计划 施展得如此的完美 他自己认为自己 简直就是一个天才 林白盯着 在场的八大家族高手 咬牙切齿 且冷漠无比地说道 等我回来 我会将公道带给东海 我会为独龙岛主 向天 雪剑客报仇 而你们八大家族 将因我林白而毁灭 等我回来 你们的家族 将从此消散在岁月之中 等我回来 我会带着地狱的火焰 将你们脸上 所谓正义的面具撕毁 等我回来 你们都得死 林白怒吼连连地说道 杀了他 杀了他 花青海此刻听见 林白灵中的怒吼 宛如是听见了诅咒一般 面色大变 心中一股胆怯 冲上他的心头 花青海 急不可待地怒吼起来 沙通天 花万青 沙浪 龙飞海 秋彪 孙嘉诚 以及八大家族的领袖 八大家族的高手 奇迹施展自己最强大的一招 向林白而去 三十多道强大攻击 凝聚成了一个 宛如太阳一般耀眼的光芒 轰杀向林白 五魂密法 破镜 林白看见三十多位天舞进九重的高手出手 林白眼神中闪烁着一丝绝望的喊道 顿时 林白体表上冒出黑芒 席向背后的乱石阵大阵 就在这三十多道攻击联手袭来的刹那 林白的身躯落入了乱石阵之中 最后的那一刻 林白破开了乱石阵的法阵一个缺口 让林白的身躯进入了乱石阵之中 而这三十多道攻击 而这三十多道攻击轰然落下 击中乱石阵法阵之上 却未能撼动丝毫 只是等于危散尽 八大家族的人 再也没有看见林白的踪迹了 林白 死了 花青海得意地笑了起来 走吧 我们回去做英雄了 花青海得意地一笑 带着八大家族的舞者 离开了迷失之海 他们谁都没有发现 在最后的那一刻 林白进入了乱石阵 他们也永远不会想到 林白居然有能力 破开乱石阵的一个缺口 等我回来 你们都得死 本章完 《惊天剑地》第347章 《黑烟狼》 作者 《地剑一》 吞噬剑魂的五魂秘法 让林白的身躯 在最后的那一刻 进入了乱石阵中 躲在一块石碑后面 林白看着八大家族的舞者 得胜归去时候 那脸上的得意笑容 心中的怒火 都就不打一出来 等我回去 你们都得死 林白面色冷漠 恶狠狠地说道 当即 林白盘歇而坐 运转大五行诀 开始愈合伤势 你的五魂秘法很有趣 林白进入乱石阵中 那大魔自然能察觉到林白 故而 大魔便对林白说了起来 可是林白没有理会大魔 而是盘膝坐下 不管不问地 开始疗伤起来 一天 两天过去了 直到第三天 林白的浑身伤势 才慢慢愈合 胸口上的伤口也结巴了 这时 林白才从地上站起来 目光深深地看向乱石阵的深处 那一个连通地下世界的洞口 就好像是魔王的大嘴一般 阴森恐怖 还好这三天 那大魔没有对我做什么事情 否则的话 以我重伤之躯 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林白心中心有余悸地说道 进入乱石阵 林白便立马疗伤 怕的就是 那大魔万一出来了 而林白又是重伤之躯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死在大魔的手中 但好在 这三天的时间中 大魔一直都很安分 并没有来骚扰林白 疗伤完毕 林白恢复了七七八八 一转身 林白便向着乱石阵的边缘上走去 林白可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刻 和这一头绝世魔神呆在一起 除非你是嫌弃命长了 这就要走了吗 大魔问道 不走 难道你要留我下来吃夜宵啊 林白来到乱石阵边缘上 顿时要施展五魂秘法出来 将乱石阵切开一个口子 你的五魂秘法很有趣 我想你的五魂也是很有趣吧 大魔好奇地笑道 呵呵 林白冷笑一声 五魂秘法施展出来 林白就要破开乱石阵的法阵切口 离开这里 这就想走了吗 你问过我同意了吗 留下吧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和人好好说过话了 那大魔笑着说道 突然这个时候 林白惊讶地发现 从那乱石阵的中央之处的洞口中 冒出来一阵惊天动地的黑烟 落地一滚 化作了一头黑烟狼 这黑气化作的妖狼 双目血红 盯着林白呲牙咧嘴 咻 突然 这黑烟狼往前猛冲而出 从那洞口之处 眨眼之间 就到了林白的背后 这速度之快 简直让林白头皮发麻 滚 林白立刻放弃了 继续施展五魂秘法 而是清歌剑取出 一剑反制上去 剑气冲销落下 击中黑烟狼的身上 将其击飞出去 林白用脚趾头想 都应该想到了 这黑烟狼 应该是那位大魔的小手段之一了 你想干什么 林白冷声问道 哼 我什么也不想干 什么也干不了 我只是 好久没有人陪我玩了 你就留下来陪我玩玩吧 还有 我对的五魂 很感兴趣 想看看你的五魂 能有破开乱石阵法阵之力的五魂秘法 你的五魂 恐怕最低都是神级的吧 让我看看你的五魂吧 大魔冷笑着说道 想看我的五魂 做梦 林白冷声说道 那你就陪我的小宠物玩玩吧 大魔嬉笑着说道 顿时 大魔声音刚刚落败 被林白击飞出去的黑烟狼 从地上爬起来 化作一股水沫一般 在乱石阵中急速传授起来 吼 一股寒光呼啸而来 那黑烟狼带着极快的速度 来到林白的面前 血红色的眼眸 盯得林白灵魂都在颤抖 剑意 飘风震海 林白剑意扩散而出 一剑怒斩而下 而这一次 林白却失守了 被那黑烟狼躲开了 准确来说 不是林白失守了 而是那黑烟狼的速度 又变快了 看你的年纪才十七八岁的样子吧 没想到居然就修炼到了一阶后期巅峰的剑意 算得上是一个剑道奇才了 大魔轻声笑道 林白面色冷漠 看着不断在乱石阵之中来回穿梭的那一股黑烟 呼 有时一阵狂风呼啸 那一团黑烟冲到林白的面前 落地一滚 化作了一头妖狼 凶恶的袭杀而来 这一次 我看你怎么躲开 林白怒火中烧 在剑意弥漫八方的刹那 一股神秘莫测的力量 从天而降 神通 斩锋 风花雪月四剑之一 神通斩锋 凶狠地砍杀而出 一剑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且快如闪电一般的击中黑烟狼的身体之上 碰 庞大的力量宛如虫山倒下 瞬息间便将面前袭杀而来的黑烟狼 斩杀成一团黑雾 消失在了林白的面前 你居然能杀得了黑烟狼 果然有点意思 不过 你能杀得了一头 杀得了石头 百头 千头吗 大魔微微一笑 林白听见这句话 眼神惊叉地远远看去 从那乱石镇中央处的黑色大洞之下 飞窜出来了一头头的黑烟狼 落在地上 虎视眈眈地看着林白 乍一看 满地都是 起码超过千头 林白面色都白了 好 一声爆喝传来 数千头的黑烟狼 从地面八方呼啸而来 林白惊恐的目光环顾四周 自己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而且这黑烟狼 速度极快 林白能击碎一头 已经是侥幸了 如今一千多头的黑烟狼呼啸而来 林白根本无法在一瞬间挡下 我只是想看看的你五魂 大魔轻声说道 林白紧紧咬着上下尺 目光露出一丝悍然 紧握住青鸽剑 既然不愿意 让我就让你瞧瞧支离破碎是什么感觉 杀了他 大魔轻轻一笑地说道 顿时数千头的黑烟狼飞奔袭杀而来 宛如万箭归宗 直奔林白而来 碰 低头黑烟狼击中林白 林白便感觉到自己左边腹部上传来阵阵撕裂的疼痛 这一击 差点将林白左边腹部上的一块血肉撕裂下来 一头黑烟狼的力量就是如此厉害了 若是千头黑烟狼齐齐落下 林白可能会在一瞬间被黑烟狼撕裂成碎片 既然你要看我的武魂 那我就给你看看 吞噬剑魂 林白怒吼一声 一团黑雾从林白的头顶上升起 黑雾之中 一个散发着耀眼黑光的利剑 带着惶惶天威的立在林白头顶之上 吞噬剑魂一现 立刻一股狂暴的吸力 传遍整个乱石阵中 而这些袭杀而来的黑烟狼 此刻全部被吞噬剑魂全部击碎 被吸入了吞噬剑魂之中 化作精纯的灵器 倒灌给了林白 数千头的黑烟狼破灭 给林白带来的灵器 直接将林白从天舞进五重 踏入了天舞精六重的大关 天舞精六重了 林白有些惊骇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黑烟狼中 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灵器 魔道武魂 吞噬剑魂 原来是同道中人啊 哈哈 天助我眼 看来老子的脱困之日已经到了 你 将成为我的新身体 大魔认出林白的魔道武魂 顿时癫狂地大笑起来 本章完 今天见地 第三百四十八章 吞噬记忆 第五更 作者 地剑一 听声音中 那大魔声音格外的激动 都有一丝癫狂了 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终于等到一个不错的舞者进来了 而且还是魔道武魂 天助我眼 小兄弟 接下来 你将成为的新身体 那大魔癫狂地大笑起来 你什么意思啊 林白冷声问道 什么意思啊 你等会就知道了 大魔音冷一笑 突然这个时候 整个乱石阵之中 传来一片惊天动地的巨响声音 林白抬头看去 从乱石阵的中央之处 那连同地下世界的洞口之下 滚滚激涌出来了一阵阵恐怖无比的黑雾 宛如浪涛一般汹涌上天 黑雾汹涌 遮盖了整个乱石阵 宛如黑雾之中 有一位绝世魔神一般 林白面色大惊 控制着吞噬剑魂 慢慢地向后退去 别想跑了 你将成为我新的身体 黑雾之中 传来大魔狂笑的声音 这声音极其难听 宛如九幽之下的魔神一般 突然 黑雾之内 光芒一闪 一只巨大的黑甲龙虾出现 这龙虾 两只巨大的钳子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一双血红色的双目 带着无边激动地看着林白 哇靠 好大一只寄居蟹 林白惊叫一声 刷 成为我的新身体吧 这巨大的龙虾怒吼一声 黑雾汹涌 对着林白冲击而来 一刹那之间 它飞入林白的体内 那一只如此庞大 宛如一头山岳般大小的龙虾 居然融入了林白的体内 而这个时候 在林白的脖子之上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龙虾纹身 呼 林白面色铁青 感觉到自己体内有一个东西 在不断地涌动 你居然修炼出了三座灵璇 不错 不错 我很满意 从林白的体内 传来大魔的声音 你对我做了什么 林白惊讶地问道 大魔冷笑道 我的魔道武魂 名叫寄居蟹武魂 这种武魂只有一个能力 那就是 能让我的神魂 不断地夺射武者的肉身 不断地重生 你的肉身不错 而且还有魔道武魂之中 强大的吞噬剑魂在身 我得到你的身体之后 老子不出一年 就能走出这个破烂世界中 回到我的世界去 那时候再和正道联盟 一决刺凶 马德 正道联盟 等老子回来 灭尽你的九族 大魔狂吼着说道 什么 你要夺射我 林白惊骇无比地说道 哈哈 你的神魂不要再反抗了 等着被我吃掉吧 这大魔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在林白的体内传来一股刺痛 不 不是体内 而是灵魂 林白感觉到自己灵魂 好像是在被无数的蚂蚁 一点一点地啃食 那种刺痛的感觉 让林白满脸苍白 满头大汗 面如猪肝一般的难看 等我吃掉你的灵魂 我就会成为你了 大魔狂笑道 林白趴在地上 感觉自己的灵魂 已经快被吃掉一般了 吞噬剑魂 林白咬牙 强忍疼痛地怒吼一声 突然立在林白头顶的吞噬剑魂一动 从林白的头顶之上 飞入了体内 给我吞了它 林白愤怒地拍着大地 怒吼连连地说道 若是放任着大魔 一点一点地蚕食林白的灵魂 不出一刻钟的时间 林白便会被大魔将灵魂吞噬 而到那个时候 林白的体内没有灵魂 大魔此刻在用他武魂的力量 瞬间接手林白的身体 成为林白 得到林白的武魂 记忆和所有的一切 吞了它 吞噬剑魂飞入体内 林白满眼愤怒地怒吼起来 轰隆隆 林白体内一片的震动 一股庞大的犀利传开 直击灵魂而去 别白费力气了 吞噬类型的魔道武魂 我也曾经杀死几个 而你 才天舞进的修为 根本不可能是 我的对手 大魔冷声笑道 斩 林白 林白再次怒吼一声 吞噬剑魂 直奔灵魂而去 一剑怒斩而下 吞噬剑魂 无物不吞 无物不斩 咔嚓的一声 吞噬剑魂之上 一股庞大的力量 宣泄而下 一剑斩在了 那巨大的龙虾头顶之上 咔嚓的一声 林白将这头龙虾的脑袋 消飞半个 吞 看见那半个脑袋消飞下来 林白立刻运转吞噬剑魂 将这半个脑袋给吞噬了 你居然能展开我的武魂 大魔惊呼起来 哼 你不死对吞噬剑魂 和魔道武魂很了解吗 难道你不知道 吞噬剑魂 无物不吞 无物不斩吗 既然你想一点点地 吃掉我的灵魂 那我就一点点地 斩碎你的武魂 看谁快 来啊 林白怒吼连连 吞噬剑魂宛如发疯一般地乱斩而下 将这只巨大的龙虾 差点活生生地切成七八块 武魂秘法 搜魂 林白这个时候 催动吞噬剑魂 施展武魂秘法 一股犀利 射入那巨大的龙虾之内 你在对我做什么 大魔惊呼道 你不是想吃掉我的灵魂吗 那我也吞掉你的记忆 吞噬剑魂 直接将记忆给我吃了 搜魂施展开 这位大魔的记忆 飞速地在林白的脑海中展开 不 大魔尖叫一声 感觉到自己记忆中的某些东西 在飞速地消失 大魔忘记了很多的事情 他的记忆 被林白的吞噬剑魂给吞了 秀 大魔心中狂怒 更是有一丝胆寒 急速地离开了林白的体内 离开林白的体内 林白这才感觉到了一丝轻松 体内那一股凶恶的力量 消失不见了 而此刻林白回头一看 乱石阵之中 那一头黑雾遮天的寄居蟹 正用你一双金木的眼神 看着林白 你对我做了什么 寄居蟹魔到五魂中 传来大魔惊恐的声音 呵呵 吞了你一点记忆而已 林白淡淡地笑道 一点记忆 我有一半的记忆 都给你吞了 我忘记了 我记忆中失去了什么 你从我的记忆中吞噬了什么 大魔愤怒地叫了起来 此刻大魔回忆起来 自己的记忆支离破碎 很多的地方都连接不上 比如说 他现在的记忆 在真五镜一重 而下一刻的记忆 就已经在神丹镜了 期间这些第五镜 天五镜时间段的记忆 全部都消失了 呵呵 你慢慢想吧 再见 林白咬牙切齿地 瞪了一眼大魔 吞噬剑魂 裹挟着林白的身躯 冲到乱石阵的边缘之上 一箭怒斩而下 展开一个缺口 带着林白的身躯 重回迷失之海 当林白离开的刹那 乱石阵的法阵 再次闭合起来 不要走 将记忆还给我 那大魔看见林白要走 立刻飞扑过来 可他终究是稍微晚了一步 林白离开后 乱石阵的法阵已经重新愈合了 而大魔则是狠狠地撞击在法阵之上 难以破开法阵 林白在法阵外 冷笑地看着这只黑雾遮天的寄居蟹 冷冷一笑 转身直奔远处而去 你等着 你等着 这鬼地方困不住我多久了 等我出手 我一定会找到你 拿回我的记忆 而你的身躯 将成为我重新征战天下的戾气 啊 我的记忆 你到底从我这里 吞走了多少记忆 啊 大魔气急败坏地怒吼连连 他的记忆支离破碎 很多的地方都连接不上 但是他却不知道 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记忆 因为那段记忆是空白的 《惊天见地》第349章 《大魔的记忆》 作者 帝剑一 林白逃出乱石阵中 虽然出来之后 林白再也没有听见 大魔撕心裂肺的怒吼 但他心中应该是可以想象得到 这大魔一定是气坏了 先离开迷失之海 找个地方疗伤吧 林白在海底急速地行走着 而距离八大家族 来到封印之地 已经过去三天了 林白基本上可以坚信的是 八大家族 已经离开迷失之海了 好在林白手中 有之前花万青给予的海徒 能轻而易举地走出迷失之海 离开迷失之海 林白露出水面 花费了半个时辰 找到了一座无人的荒岛 坐在丛林之中 盘膝而坐 开始疗伤起来 一天之后 林白身上的伤势愈合如初 这时 林白才慢慢地开始梳理脑海中的记忆 太凶险了 没想到那大魔的魔道武魂 居然有这般力量 林白如今想起来都还心有余悸 惊魂未定 如果不是最后那一刻 吞噬剑魂不留余地地爆发出力量来 恐怕我的灵魂就已经被大魔吃掉的 而他也将得到我的记忆和力量 还有肉身 成为新的林白 林白忌惮地说道 不过吞噬剑魂 吞噬了很多大魔的记忆 这些记忆 似乎 很厉害 在最后 吞噬剑魂和大魔的魔道武魂对碰的时候 吞噬剑魂展现出来了强大的力量 压倒性地战胜了大魔的魔道武魂 这让林白对吞噬剑魂的力量 再次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林白觉得 自己是吞噬剑魂 就算是在逆天级的魔道武魂之中 也应该是属于极其厉害的哪一种啊 吞噬剑魂越强大 林白就越高兴 因为武魂越强 那就证明 武者也会越来越强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林白花费了半天的时间 这才将大魔的记忆 宛如地梳理了一遍 这大魔的记忆 居然如此之多 这简直算是 我的一场造化 我凭空多出来了这么多的知识 这将是日后 我行走天下的资本 林白狂喜地说道 大魔的记忆中 林白得知了很多武道界中的隐秘 以及很多的知识 这让林白再次开拓了眼界 增长了见识 原本林白出现在神武国这个偏远之地 对于武道界的认知 也是很少 甚至于林白都不知道 在神丹境之上 还有什么修为境界 也不认识很多的林丹 林草 矿石 可是这份吞噬大魔的记忆 完全地补充了林白这个短板 大魔记忆中 最重要的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关于他武魂的介绍 大魔的武魂 是一种类似于寄居蟹的武魂 这种武魂可以让他不断吞噬武者的灵魂 从而寄居在武者的身体之中 继续修炼 而一旦 这具肉身被损坏了 他便可以逃生 再次寻常新的身体 吞噬武者的灵魂 施展出他武魂的力量 可以得到这个武者完美的记忆 曾经这位大魔 占有了一个帝国的皇帝肉身 还在这个帝国中 当了几年皇帝 也没有任何人察觉出来 可是后来 由于这位大魔荒淫无度 帝国内的诸侯王造反 他便当场斩首了 于是他才重新寻找了新的身体 林白看完这种魔道武魂 心中感觉到了一丝忌惮 不断地夺赦 不断地重生 以各种身份出现在武道界中 今天他是正道的领袖 而明天 或许他就成为了魔道的帝王 一瞬间 拥有权力 尊严 地位 美人 一瞬间 可以让他拥有天下一切 死 林白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果不是我有吞噬剑魂在身 在最后的那一刻 与大魔以命相搏 或许现在我的灵魂 已经被他吞掉了 而他也将接受我的肉身 成为新的 林白 回到武道界中 这种魔道武魂 太诡异了 如果要杀他的话 一定要将武魂一起斩灭 否则的话 让他逃出去了 那就不知道 他会夺射多的肉身 来到你的身边了 林白想想都觉得可怕 如果未能杀了这位大魔 让大魔的武魂逃了出去 夺射你身边的好友 一直跟在你身边 等待你身受重伤的那一刻 给你致命一击 这简直是可怕 简直是恐怖 因为恐怕等你死的那一刻 你都不会知道 你身边的人 已经不想你 西年的好友了 如今我已经招惹上了 这个大魔 吞噬了他一半的记忆 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林白心中有着一丝担忧 不过看那个封印 还算完整 他短时间之内 应该不会脱困 只要给我时间 等我成长到了一个 可以抗衡他的境界 到时候他来找我 我就能用吞噬剑魂 直接将他给灭了 林白深深地说道 大魔记忆中 第二个最重要的部分 炼丹 这部分记忆 让林白得知了 这位大魔 曾经是一位 强大的炼丹师 而且还是属于 炼丹宗师级别的 这份记忆中 不仅仅让林白 得到了这位大魔 所有的炼丹经验 还让林白 知晓了不少的 灵花灵草 这份记忆 是大魔一生的 丹道记忆 丹药 一直都是林白 梦寐以求 想要学习的东西 因为如果林白 想要在武道上 走得更远的话 那就离不开 丹药的辅助 自从林白 拜入林剑宗以来 就想学习炼丹 可是林剑宗内 大多数都是炼剑的 并不擅长炼丹 而宗门内的炼丹师 也都是十分低级 根本教不了林白什么 原本林白是打算 去了神纪岭 再学习炼丹的 可是如今突然 得到了大魔的丹道记忆 让林白一下子 拥有了炼丹宗师的记忆 这让林白喜出望外 恨不得现在就找个地方 开炉炼制 一炉丹药出来 大魔的丹道记忆 几乎占据了我 吞噬记忆之中的三分之二 记忆中包含雨内 海纳百川 各种丹方 各种林药 皆有射击 最关键的是 还有许多炼丹上的 心得和经验 我现在得到这份记忆 应该可以直接 开炉炼丹了 林白欣喜地说道 大魔的第三部分记忆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这份记忆中 好像是某一种法觉的修炼之术 当林白认真梳理这部分的记忆的时候 知晓这是一套功法 名为 道新种魔 本章完 今天见地 第三百五十章 道新种魔 作者 地剑一 道新种魔 林白念叨着这套法觉的名字 双目中露出了一丝好奇和迷茫 认认真真地继续了解下去 我的天 当林白将 道新种魔 这套法觉了解完毕之后 顿时下的双目震撼 这一套功法 却能增强武者三倍的战斗力 林白惊呼着说道 林白平复了一下心情 口中低声说道 修炼这套功法 会在幼木中 出现一颗血红色的种子 名为魔种 当魔种开花 武者就会进入一个奇妙的境界 称之为入魔境界 进入入魔境界后 武者的战斗力将直接暴增三倍 林白惊呼道 也就是说 如果我修炼了 道新种魔 这套功法的话 如果说 我在天舞境 一重 就能斩杀天舞境三重的武者 当魔种开花 我入魔后 战斗力翻三倍 那时候 我就有能力 在天舞境一重 直接斩杀天舞境 九重 死 想到这里 林白不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天舞境一重 斩杀天舞境九重 这是多么逆天才能做到的事情 道新种魔 魔种开花 三倍战力 傲视天下 林白心神不断地动荡起来 心脏都崩崩乱跳起来 这套功法太强大了 几乎可以用逆天来形容了 我现在的实力原本就强大 如果在修炼了道新种魔 只等入魔的那一刻 我的战斗力 将傲视同境界内的任何人 林白惊呼连连地说道 可是 如此逆天的功法 也有缺陷 林白心中的热情 立刻被扑灭了 因为林白看见了这套功法的两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 修炼道新种魔的武者 不能主动控制魔种开花 武者无法控制魔种开花 也就是说 只能一直修炼下去 而魔种能不能开花 那还说不准 林白面色有些难看的说道 如果武者无法控制魔种开花的话 那修炼了也没有用啊 比如说 一个武者从出生就开始修炼 到心中魔 可是直到他死去 或者是被强敌所杀的时候 这魔种都没有开花 那岂不是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无法控制魔种开花 这个很不好 第二缺点 入魔后的武者将试杀成性 冷若冰霜 心如铁石 莫是一切 这第二个缺点还好 我是一个自控能力很强的人 就算我入魔了 就算我试杀成性 但我杀的应该都是该杀之人 绝对不会滥杀无辜 林白看见这个缺点 这好似对他没有影响 如果是其他普通的武者 自控能力不强 容易被杀戮控制的话 那入魔之后 可能就直接大开杀戒了 可林白不同 林白觉得自己 是一个自控能力很强的人 应该不会滥杀无辜 第二个缺点 倒是不用再去在意 现在主要是第一个缺点 这魔种不能自己控制他开花 这有点无解了 如果能控制他开花的话 让我瞬间拥有三倍以上的战斗力 那我将在同境界中直接无敌 林白皱眉说道 算了 不去想了 还是可以先修炼一番 先将魔种凝聚出来放在那里 万一有一天我面临生死大劫的时候 魔种突然开花了 那我可能 就能依靠魔花带来的三倍战力 力往狂澜了 这道新种魔 可是当成一个底牌来用嘛 只是这个底牌 不归我自己控制 这就有点太无奈了 林白摇了摇头说道 无法控制魔种开花 这让林白有点接受不了 不过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也就只能等着魔种自己开花了 林白宁气定神 体内法觉涌动起来 开始默默地修炼起了 道新种魔 半天之后 林白突然从荒岛之上 睁开了双目 而此刻林白睁开双目的时候 可以清晰地看见 在林白的幼木之中 有一个米粒般大小的红色光点 微微闪耀着光芒 这就是魔种 魔种凝聂而出 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等着魔种开花了 林白许久后 又将双目闭上 闭上后 再次睁开 林白幼木中的魔种 就已经被隐藏起来了 眼眸恢复如初 一切如常 从地上站起来 林白伸展了一下拳脚 感受到体内充沛的力量 淡淡地说道 之前吞噬了那大魔的黑烟狼 让我的修为境界 突破到了天舞精六重 如今 以我天舞精六重的修为 面对天舞精九重 应该是不惧了 八大家族 血债血长的时候到了 林白想到此处 眼眸中闪过一丝 星红的血光 满脸冷色地 走出了荒岛而去 来到沙滩边 一堆紫青二色的翅膀 出现在林白背后 带着林白的身躯 飞掠上空 直奔远处而去 独龙前辈 向天 血见客 你们在黄泉路上 别走得太快 我马上就送八大家族的舞者下来 陪你们 林白飞在云层之中 冷声说道 八大家族 我来了 秀 林白的速度极快 一瞬间飞掠过云层之中 便出现在了千米之外了 平静的海平面上 一艘船只稳稳地行驶而来 夫君 你看那里有一个人站在水面上 应该是他的船只受到妖兽攻击沉没了 我们就救他 好不好 这船头上 一男一女依偎在一起 男俱女美 脸上都是带着浅浅微笑 晚儿 你心肠这好 也罢 既然我们遇见了 那自然不能不救 这男子宠溺地看了一眼怀中的女子 淡淡地笑道 将船靠过去 男子下令道 庞大的船只 慢慢地靠近 那一个站在海面上的男子 这位兄弟 在下是无风岛的岛主风华 这位是我的妻子木婉 敢问兄弟 可否是遇见了麻烦 如有需要 在下可以出手相助 风华淡淡地笑着问道 林白慢慢抬头 微微笑道 如此的话 那就多谢老哥了 实不相瞒 我乘坐的船只在海上遇见了妖兽 已经沉没了 现在我争一筹莫展呢 如果老哥能助我一把 那真的是太好了 这少年 便是林白 离开荒岛后的林白 全力地飞驰了很久 直到体内丹田中的真气 都消耗了一半 这时候 林白才停了下来 落在海面上 休养生息 恢复真气 恰逢这个时候 没想到无风岛的船只 愿意带他一程 林白真是高兴无比 老哥 你们是要去哪里啊 林白好奇地问道 风华清笑道 我们要去千岛之城 参加八大家族举行的庆功宴 你可顺路 什么庆功宴 林白好奇地问道 兄弟 难道你不知道吗 八大家族和立位东海 平定了一场浩劫 阻止了大摩的出世 如今八大家族联合在一起 在千岛之城上 举办庆功宴 邀请整个东海的舞者 不论修为 不论势力 不论出生 都可以去参加庆功宴 恰好当时八大家族 要封印大摩的时候 我无风岛也出了一千万的零食 而如今 大摩已经封印了 我自然要去祝贺 风华淡淡地笑道 呵呵 听见八大家族 还要开庆功宴 林白心中 就是一声冷笑 独龙岛主 写剑客 向天三个人的模样 出现在了林白的脑海中 报仇 报仇 林白攥着拳头 脸上浮现出一丝力气 我们去千岛之城 兄弟 我们可是顺路 如果是的话 我们可以带你一程 风华轻笑着说 正好 我也想去参加这个庆功宴 林白抬头 认真地说道 只是现在林白脸上 笑容全无 本章完 天到晚了 工作室